台式是台湾第一家电视台 陪伴观众从黑白迈向彩色时代 在去年举办过了多场回顾活动 也勾起许多人的回忆 15号的时候专家们更是以台式60年的历史 来探讨电视节目产业的变化 1962年台式开播 作为台湾第一家电视台 至今满60年承载台湾影视产业的发展轨迹 专家们用台式开播一甲子的历程 来探讨电视节目产业的变化 所以不管说是在新闻或者是节目各方面 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 随着电视台有限数位化 台式是如何在百家之名的电视台中杀出重围 因为市场上去走偏锋 它始终保持这样一个姿态 所以我老实讲台式什么犯身 专家分析台式所呈现的新闻属性 中规中矩较无政治色彩 因此受到老一辈观众的忠实青睐 不过台式不停在原地持续推陈出新 所以像台式现在做红白大赛的时候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场面 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明星卡是非常好 节目方面 每年除夕节目的红白大对抗 带出口碑也带来风潮 内容设计 兼顾老中青各族群产制转型与竞争面面俱到 影响台湾电视台的各大视角 记得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